韩海嘉一号即将抵达一个富含象征意义的旅程节点 一个光天文距离的里程碑 一个仿佛遥不可及 却又有我们亲手开启的深空门槛 它将离开地球大约259亿公里 这段距离之遥远 以至于即使是光 这个宇宙中最快的旅人 也需要整整24小时才能穿越 这不只是数字的壮观 更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极限的具体体现 最艘探测器自1977年发射以来 以悄悄穿越太阳系的疆界 如今正式进入星际空间 虽然这并非某种全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却清楚地标志着 人类技术触及宇宙深处的一种能力与坚持 它在无声之中 唤起我们对于探索极限的深层渴望 像是在对宇宙轻声诉说 我们来过并且不会停下脚步 当航海夹一号抵达一光日距离时 这份意涵显得格外鲜明 宛如在宇宙黑暗中画出一道无声的记号 提醒我们曾经迈出这磨长的一步 259亿公里不再只是天文数字 而是光整整飞行一天的旅程 这样的距离 让人类与这艘小小的探测器之间的联系 变得既真实又遥远 也让人对于时间产生一种敬畏 根据纳萨的模拟工具 太阳系之眼 这个转列点将可能在2026年11月15日左右抵达 届时地球与航海加号之间的联系 将跨越整整一日光程 截至目前 从地球发送的讯号 已需约23小时 才能触及这位航行者 而在2026年底 这段等待时间将扩展至整整24小时 达到象征性24小时 达到象征性的重要门槛 这一小时的增长 看似微不足道 实则是它旅途中的一个象征性门槛 一个无法逆转的距离 也是一段新时代的开始 从那之后 每一个讯号将在整整一天后 才抵达航海加号 若要收到回应 又需再等上一天 这意味着我们与它的对话 将成为宇宙中最慢的长信 如此一来 一次简单的通信往返 便需48小时才能完成 几乎是一场与时间对话的休想 在这艘探测器所穿越的空域中 没有剧烈世界 没有明显边界 也没有明确的转折点 太空是静谧的 但也正因如此 这一刻更显重要 但这个即将到来的里程碑 用一种人类能理解的方式 把宇宙的广阔转移成具体可感的数据 让抽象的距离转化 为感知得到的等待与遥远 我们每个人都曾感受过一天的等待 而现在这样的时间落差 应用在与太空探测器的对话上 让不禁心觉 它真的飞得太远太远太远 远到我们只能用想象与金尼去拥抱它的存在 当年1977年 它被发射升空 原本只是为了研究木星与土星的气象 磁场与卫星系统 一项当时看似短暂而具体的任务 完成原定任务后 它并未停下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外航行 像是踏上一场没有终点的朝圣之旅 2012年 它跨越了日球层顶 太阳风湿 小星际 介质开始主导的边界 自此进入星际空间 开启一段全新领域的孤独探索 从那一刻开始 它便如一位孤独旅人 缓慢宁静而持续地向太阳系 外围前进 就像一粒种子被风轻轻抛入 无垠星海 静静地漂流着 目前 它离地球也有约166个天文单位 约等于以每小时6万1000公里的速度再前进 但面对浩瀚宇宙 这样的速度也显得渺小 尽管这听来极为迅捷 但在这样的尺度中 它前进几个天文单位 往往也需耗上数年时间 它飞了47年 只为离我们一天的光速距离 这样的等待是时光与意志的磨炼 在这段旅程中 真正重要的 或许从来都不是重点 而是我们能走多远 以及我们愿意走多远 它所到达的距离 映照出我们科技的延伸 更让人重新思考 时间运动与耐力之间的关系 并反思我们与宇宙之间微妙的平衡 而最实际的挑战之一 就是通讯延迟 这是每一个升空任务 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即便是今天 传送给它的每一则指令或问候 单程也需将近24小时 才能抵达 而这个时间还会继续增加 这些极其微弱的讯号 由NASA升空网络系统接收 这是一套全球布局的 无线电天线阵列 专门用来捕捉从太阳系边缘 甚至更远处传来的微光讯号 它就像地球对宇宙伸出的耳朵 随着探测器距离持续拉远 这些讯号也越来越微弱 这不只是距离的问题 更是对耐心与技术的双重考验 更是一场与物理极限的拔河 航海加号使用的释放射性同微速电源 一种会随时间缓慢衰退的能源 因此它的讯号其实比家中大多数电子设备 还要微弱许多 几乎是对黑暗低域的承诺 为了让通讯效率最大化 NAS工程师改变策略 将指令预先批量编写成序列 一次性发送 降低频繁交互的需求 让这艘远行者可以更自主地持续任务 在这样的时间落差下 没有办法及时修正 任何一次调整都得提前几天安排 并等待48小时以上才能确认是否成功 这是对预测力与耐性的考验 这种设计与操作上的限制 也预示着未来的太空任务 尤其是超越地球轨道以外的 必须具备更多自主能力 因为人类的双手将再难及时介入 航海加号的系统 大多已有47年多的历史 虽然并非全数仍在运作 但不少关键装置依然健在 这是一种科技的坚然 也是一段历史的延续 然而随着时间推进 电力越发有限 一些仪器也陆续关闭 它正一个一个的熄灭身上的光点 像是星辰在黎明前暗淡 2025年宇宙射线子系统将关闭 到了2026年 第一能量带电粒子仪器也可能不如休眠 这些仪器记录者来自远方宇宙的回升 也逐渐沉默 预计到2030年代初期 航海加号将无法再产生足够电力 来维持基本通讯功能 那时候 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与它失联的事实 如同放手一支风筝 看着它消失在天空尽头 但实际上 在那之前 这种长时间的通讯延迟已迫使我们改变与太空互动的方式 让我们学会了以耐性与预见来拥抱未知 即使指令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进入一个人类无法直接操控 却仍能远程导航的任务新阶段 这是一场智慧与信任的合作 航海加号的存在正是一种典范 一种持久远距不干预式的太空探索方式 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也越来越重要 也越来越有启发性 未来若想前往 木卫二 土卫六 甚至星际空间 势必也得面对同样甚至更严重的时间与距离挑战 航海加号已经替我们做出了某种预言 因此航海加号能在这些条件下仍坚持运作 不仅是技术上的胜利 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启发 一种对梦想持续不懈的见证 一旦它跨越光日界线 它将继续飞行 没有止境也无需归行 没有明确终点 只有动能与方向 它的存在成为一条留在星海的轨迹 一条证明我们来过的轨迹 它正奔向奥特云的外围 一个被假设存在于太阳系边缘 由无数冰冷天体组成的巨大壳层 那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充满未知于想象 即使它真能抵达那里 也需要数千年之久 一段不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旅程 却由我们亲手启程 但那还不是尽头 根据某些定义 太阳系的真正边界是在太阳重力激进消失 对外天体不再有影响力之处 那里距地球大约有两光年远 是一片真正的宇宙荒野 若要航行至此 以目前的速度 航海加号将需花上近四万年 这是以整个人类文明长度来衡量的未来 这样的未来 我们这一代人是无法亲眼见证的 但我们却能用想象力参与其中 让它成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 但只要不遭遇碰撞或被其他天体携取 航海加号仍将在星际中 静静漂流数百万年 就像一瓶封存的讯息 等待着某天有人在宇宙的笔端打开它 它身上携带着那张黄金唱片 一个宇宙漂流的时间胶囊 内涵地球的图像 音乐与问候 至于任何可能发现它的智慧生命 是我们向宇宙递出的名片 至今没有任何现任务能超越航海加的距离 它仍是目前人类最远的边界象征 新式野号探测器也仍在飞行 但它已远远落在后头 像是跟在前人之后慢慢学习的弟弟 未来如突破射星等计划 试图以雷射推进的V型飞行器前往临近恒星 时间估算为数十年内抵达 但那仍处于构想或实验阶段 是梦想中的起点 而航海加号依然是一道标杆 一座在宇宙长河中缓缓前行的灯塔 它的意义不在速度 不在科技炫目 而在于它的持续不错的坚韧旅程 在于它静静提醒我们的探索 从不必张扬 它为未来任务设计 长期耐力运作与系统备源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也让人类在时间的长河中 学会了如何等待与相信 也提醒我们 有时抵达遥远深空不需要快 只需要时间与不放弃的意志 像水一样慢慢渗透 每一道黑暗的缝隙 而即将到来的一光日里程碑 就是这场远程中无法回头的象征 不是物理的边界 而是操控与回应的极限 一个信号终将孤独的节点 我们已将某样东西送到了如此遥远之处 远到连光都需一天时间才能感到 这不只是探测器的旅程 更是人类精神的伸展 这不只是关于距离的故事 更是人类如何重新理解自己与宇宙之间关系的过程 是我们迈向成熟的象征 横海加一号抵达光日距离并非轰动的突破 而是静静助力的里程碑 是一种长久努力后的平静送歌 他提醒我们 只要有远见与耐性 即便再缓慢的旅程 也能踏上最遥远的路 就算步伐轻微也终能抵达星辰 这不是短暂新闻 而是一份历久迷新的太空遗产 是我们留给未来最温柔且坚定的告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